關節不對話 骨質不舒鬆 我是你的骨科醫師戴大維 骨質疏鬆到底會不會影響人工關節手術的結果呢 上禮拜有一位太太 她安排了下個月要做人工膝關節手術 所以她就問我說 她在做手術前是不是需要做骨密度檢查 來看看她是不是有骨質疏鬆症 萬一有骨質疏鬆症 是不是就不能手術了 是不是會影響手術的效果呢 那骨質疏鬆就是一個身體裡面骨頭空洞非常多 骨折風險高的一種疾病 它跟關節退化不一樣 但是在高齡的患者當中 是有可能會病存的 所以都是需要注意的 那在患人工關節這個方面呢 骨密度的確會影響人工關節手術的效果 那因為呢 你想一下 假設你把一個房子蓋在一個有土石流的山坡地上面 可以想見萬一大雨來了啊 經過雨水的沖刷下面的土可能會鬆動 那整個房子就會垮掉 那同樣的我們骨科醫師也不會想要把房子蓋在山坡地 土石流上面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想要把人工關節放在一個很鬆的骨頭上面 因為這樣子的效果可能會不好 而且併發症的機會可能就會增加 骨密度檢查就可以知道說 你的骨頭到底是不是硬的 還是是空洞很多 是很脆弱的 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有骨質疏鬆症 在做完人工關節之後 會有兩個我們不想見的併發症 第一個就是在人工關節旁骨折 就是你的骨頭非常脆弱 在換完人工關節手術也恢復的不錯 但是有一次就突然跌倒了 就造成人工關節旁的骨頭斷掉了 那這個在固定上面跟一般的骨折 比較起來是更麻煩的 因為裡面有人工關節嘛 所以鋼板啊鋼丁啊都不好打 就需要把它閃開來 那另外一個併發症就是人工關節的鬆脫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把房子蓋在一個鬆軟的土石上面 最後它就整個鬆掉了 那人工關節沒有跟骨頭好好的卡在一起 那這個也會造成行走的疼痛 甚至需要重新開刀 那根據研究 這兩個併發症 都跟骨質疏鬆非常有關係 骨質疏鬆的人 他就是比較容易有人工關節旁骨折 也比較容易有人工關節鬆脫的現象 雖然這些發生的機會都很少 但是一旦發生了就是不好處理 所以呢 如果你懷疑自己有骨質疏鬆症 或者是說你有一些危險因子 的確是建議在手術前 或者是手術中 或是在手術後 比較好行動以後 應該要做一個補密度的檢查 那因為人工關節手術 它沒有一定說要把骨質疏鬆治療好才來做 不需要因為骨質疏鬆症而延遲手術 因為骨質疏鬆的治療 它是一個非常長期的治療 至少要三到五年以上 或是更久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已經很痛 生活品質已經不好了 就沒有換關節不行了 是不可能等到骨質疏鬆治療好 才來做人工關節手術的 但是我們可以同步進行 讓你的骨頭越來越好 讓這個併發症不要發生 那最後我們來講一下有哪些人是一定建議要做骨密度檢查的呢 再根據2019年這個國際骨密度測量學會的建議 在這些骨科手術前 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 或是有發炎性關節炎 像是類風濕性關節炎 或是吃類骨醇吃很久的 或是你以前有一些稍微跌倒就骨折的一個病史 或是說你有慢性腎臟病 或是活動能力受限 或是長期吸菸的病人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手術中 如果骨科醫師發現你的骨質非常差的病人 這些人都建議要做骨密度檢查 看是不是有骨質疏鬆症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的骨科醫師戴大維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